当时你第六题问的是C选项 我们看这题在问什么 有个生物学家检查解数分裂的第一阶段后的生殖母细胞 发现有两个子细胞 接着是单背体 然后他也知道完成解数分裂后会形成四个单背体的配置 那我们开始选项 观察第一阶段后的细胞事实上是单背体 没错 但是每个染色里还有姐妹染色分体 B是对头我画一下就知道了 一开始长这样子 经过S期变成这样子 经过第一次解数分裂变成这样子 然后再经过第二次解数分裂变成这样子 如果写染色体这叫2n等于2 这写着2n等于2 这边呢1n等于1 这边还是1n等于1 所以第一次解数分裂后是长这样子的 它是1n没错 但这个1n是二分体 所以你看C选项说的 B选项说的 没人问B B是对的 好像没人问B 我多讲了B了 C选项观察到的细胞 可能是一种不正常的细胞 因此需进一步起来来确认 当然错 因为他是说 怎么会是 第一次解数分裂变成1n了呢 他怀疑是不是正确的 答案是正确的 本来就应该这样子 那C是说不正确 第一次解数分裂变成1n了 所以事实上C是不成立的 因为他是正确的 他是单配体 这是单配体 1n等于1 对 你发现了 染色体的套数和染色体的条数 都是用中心结作为判断的依据 像这个染色体是一条1n 这个染色体也是一条1n 因为他们都只有一个中心结 是的 是的 好所以这里答案B是对的 C是错的 因为他的中心结只有两条 两个中心结 两个中心结等于两条染色体 所以染色体只有两个 你有几个中心结 就等于有几条染色体 我这边只有两个中心结 所以只有两个染色体 染色体的条数 是用中心结当作判断的依据的 可以吗 那我们做一下练习 请问一下 这边有几条染色体 是 对没错 请问一下 这有几条染色体 都画完 是 因为中心结 这边是四个中心结 这边也是四个中心结 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条数的 好 以上是单选第六题 这边是四个中心结 这边是四个中心结 这边是四个中心结